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好大胆子呀 敢抓童子的少爷 快 知道吗 他爹叫 是什么人物啊 没听说过 先走 走走走走 你干什么 别担心 赶快回去 别让大家担心 你快找我到这里 放手我 走 走 让开让开 走 走 快点 快点 好看的 快走 走 走 这是您要的欲望 要没事的话 我下去了 莫娘 还在生我的气吗 老爷 莫娘不敢 你认为我对 寻找童家的骨肉 莫不关心是吗 我没这个意思 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取回 官儿身上这块玉吗 大概是物归原主吧 你指的是 还给阴白雪 我倒没这么想 即便有一天 要物归原主 那也一定要凑齐了四块玉 才能算是完毕归赵 老爷是不是认为 完毕归赵 被童家的孩子 认祖归宗 还要重要 莫娘 你吃斋念佛多年 应该知道 凡事皆有因果 因为 我罪孽深重 所以我们童家 才会有此横祸 现在 霍将军的遗孤出现了 这正是老天爷赐给我赎罪的机会啊 我不能一错再错了 这个道理 我不是不懂 可这跟寻找自己的孩子是两回事 为什么要厚此薄彼呢 你不明白 表面上看 这似乎是两件事 但是这里其实有许多环寇相连之处 柳师傅提的那个银行商人 其实我跟他见过 老爷 您见过他 我到目前还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益处 也不能相信 他就是柳师傅说的那个河西大道 此事尚待研究 不过 我发现他跟德养仲走得很近 德养仲 不就是赠给老爷四块玉的那位吗 正是他 他是白雪父母平反冤情的重要人物 我和德养仲敌对已久 听说他正准备排除一击打击正敌 恐怕我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了 那老爷 您有什么打算吗 我对官场毫不眷恋 但要我对他这种小人低头 那也办不到 何况 我不在其位 又怎么能为霍将军平反冤情呢 所以 我必须事事小心 绝不能让德养仲 抓到任何把柄 那个河西大道 我是说 那个银行商人 我会派人查出他的底细 他在明处 我在暗中 这也是 我让你妥善保存好 官儿这块玉的原因 不管了 还让他在里面待着 老爷 这牢里可不能待 先把孩子救出来再说 你听见了吗 神仙居 我不管了 谁要管谁管 您还没问清楚是怎么回事呢 您就不管了 我问清楚 我不清楚的事太多了 我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儿子 我问谁去 二夫 二夫人 咱哥咋跟这真有缘啊 是啊 这都第二回了 对不起啊 是我害了你们 别这么说 人在江湖靠的就是一个地儿 一 别说你遇上麻烦了 就是 傻子 疯子 让我们撞见了 能够帮吗 过不去啊 是吧 是过不去 是跟自己过不去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嘛 只恨着天下不平的事太多了 还有不义之人 不义的那叫人嘛 那叫 耻 不义 走吧 走吧走吧 谢谢啊 一定要严查革命党 站住 干嘛呢 我们是九号公馆的 里面是白雪姑娘 走吧 驾 驾 于 小姐 你是这舞厅里的人吗 我求你 上屋口饭吃吧 让我干什么都行 你先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翠竹 你看 我们这儿现在也不营业了 不营业就不需要人 小姐我求求你 你帮帮我吧 你跟老板说个差事给我吧 我家里欠了一大笔债 我需要钱 如果没有钱 如果没有钱 我娘和我两个弟弟 就真的要跳舞成河了 别老贪气行吗 别老贪气行吗 还想这儿老里不够闷 我贪气行吗 你把他老贪气行吗 它的妈性 你贪气去 这儿子 我乐于是 你贪气行吗 你贪气行吗 你看你们啊 看你们啊 有什么门道啊 我也不想再打你祖宗八倍的牌子 现在你们就听我的就行了 我有一个主意 就是 啊 啊 打点点 哎呀 小小姐别翻了 你皮铁就上骨头了 没肉 哎你看够不够 你每天准备娶媳妇啊 当然够了 老头 大哥 一点小意思 不成亲衣啊 董董长请 哈哈哈哈 早就知道你会来 钱也省了 爹 总长请 请 您请 爹 没你这个儿子 董总长 官至民罪要给民一个申诉的机会啊 更何况是自己的儿子 怎么连话都不叫说了 放肆 居然用这种口碗跟我说话 请您恕我直言 这牢狱之灾是因我而起 四少爷和这位铁大兄弟 也是因为路肩不平 才惹上这身麻烦的 如果您要是知道市井的来龙去脉的话 就知道错不在他们 行了 事实胜于雄辩 没工夫听你胡扯 我警告你们啊 下次再让我看见你们谁跟他在一起鬼混 不用警察出面 我亲自拿你们问罪 回家 好个事实胜于雄辩 当官的只关心自己子女的平安富贵 对老百姓的疾苦却不闻不问 这警察公署 公然包庇烟管人犯 任其荼毒百姓 别说了 行了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正义跟功力 强权就是正义 有钱就能买到功力 这老百姓是无人敢辩 无处能辩呀 果真是事实胜于雄辩呀 也有道理 爹 李涵 你回来了 你家哪儿去了 我去朋友家去了 爹都快急死了 崔初回来了吗 他没跟你在一起吗 他没回来啊 千万别跟大娘说 雪儿 雪儿 姨娘 怎么了 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三爷刚来电话说 今天晚上要来我们这里吃饭 吃饭也不算营业呀 过来过来 坐下 坐下 雪儿啊 姨娘这关闯不闯得过就看你的了 什么意思呀 我怎么可能让她白吃这顿饭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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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变张嘴啊 我养她总行了吧 哎 你养她 不就等于我养她吗 姨娘 我就想添个丫头 这还不行吗 哎呦 不是不行 但你也得看看姨娘现在什么状况 我这就要乌漏偏逢连姻雨 你要是真的想要丫鬟 等咱们这战熬过去之后 你想要几个就给你几个 姨娘 你想过这关 不还是要看今晚吗 哎呀哎呀哎呀 你现在可学会威胁我了 姨娘 他们家真的特别可怜 他摊上个不争气的爹 还要照顾弟弟 人家真的是无路可走了 真服了你的 哼 你跟铁道一天到晚为了别人的事情掐着我的脖子 算了算了 只要今天晚上啊 你把这个三爷啊搞得服服帖帖的 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姨娘 那我还有一个请求 还有 是他爹 他爹被烟馆的人扣了 您帮我打个电话通融一下吧 烟馆 哪个烟馆呢 我 没问题 我搞定 我搞定 谢谢姨娘 大哥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姑娘 这么高 梳着一个长辫子 没看到没看到 你去别地方看一下吧 好谢谢啊 哎 哎 包子 上出炉的包子 哎 包子 阿爷 上出炉的包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是出来了 出来好几天了都 在里边住多长时间 三天 哈哈哈哈 我住一个多月了 牛啊 你 干什么 干嘛 哎 哎 哎 嗯 留着回家给我死人呐 滚吧你 滚滚滚滚滚 哈哈哈 老板滚 他没看到一个姑娘 大概有十七八岁吧 个子这么高 梳着长辫子 没有啊 没有啊 刚出来就找姑娘 真行啊 别瞎说 翠珠不见了 哪个翠珠啊 啊 上回追你那姑娘 是啊 昨天啊 我带她到大营馆去找她爹 结果她没回来 我得赶紧去找她呀 嗯 这不是你媳妇啊 没工夫跟你开玩笑 哎哎哎哎哎 你 哎哎哎哎哎 打下来打下来打下来 我家事上毁了 呸 啊 啊 不跑不跑 郭大 你给老贼偷 你连我都偷啊啊 你竟然连我的家姐都给偷了 你问一问 我渡天对你怎么样啊 打死你 我 爹 哎 打死你 打架了 为了你 你把你们家都祸害了 你怎么就不死啊爹 死你一个就活全家人 今天我就要打死你 别打了 别打了 要出人命的 别打了 没事 臭口大烟他就活了 老爷子 这两次行 是你 你们认识 他是爹 一黑一白的 是亲生的嘛 古的 你别跑 你站住 爹 打呀 你还给我 你这个狠狠狠狠的东西 你还给我 你这个狠狠狠狠的东西 你还给我 你别打了 你还给我 你先坐下 你这个没良心 给我 去 给我 啊 啊 我终于 我终于找到了 找到了 哎呀 谢天谢地啊 去 哎 哎 哎呀 大叔 不 崔珠狠说 你欠了人家三百块钱 他们不敢放你 你是怎么出来的 一定是崔珠 一定是崔珠 把自己卖到九号公馆 他们就把我给放了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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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好好在家里待着 怎么跑这儿来了 这么些年啊 银行里忙惯了 我总觉得心里有点不踏实 哎呀 您要是有什么急事 您就交代给我 我能办的就办 办不了再回去问您嘛 我是心疼你 家里银行两头跑 吃不消 有张叔在这儿呢 我不会辛苦的 您应该听大夫的 好好休息 是 好好调养调养 想想干了十几年了 也累了 有句话怎么说的 岁月不饶人 这句话从您嘴里说出来 太早 这句话不是年岁 是一种心情 慢慢的 你就会懂的 人家 我累了 你也长大了 我决定 将银行 咱们家所有的生意 全部交给你 啊 嗯 办事嘛 都有一个过程 我相信 你会干得很好 不是爹 你听我说 我有很多的关系 很多人脉 我并不是全身而退 我并不是全身而退 把路铺好了 我在你背后看着你 这不很好吗 怎么样 爹 您这么做 是不是有别的意思啊 别的 什么意思 你是不想让我先接手 你在幕后 这样咱们就可以一步一步摆脱德士博 万一我要做错了什么事得罪了他 您还可以说我年少即胜 这样咱们有个缓冲 不至于两败俱伤 您是这个意思吧 嗯 有门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干嘛 嗯 行 如果您是这么想的 我愿意 好 从今往后 咱们俩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人家 外面太险恶 做任何事情都要防着点 嗯 你放心吧 你爹已经回家了 真的 九姨娘已经打过电话了 还派人去烟馆问过了 不管怎么样 现在人已经平安到家了 你那大恩大德 我会记在心里一辈子的 是你的孝心感动了我 能为你做这件事情 我自己也很开心 因为我是一个没有机会孝敬父母的人 果然是你啊 你 苏呆他到处找你 你爹已经到家了 他们说你在九号公馆 我还不信呢 你见到我爹了 是啊 我问你 到底是不是我娘把你买进来的 铁大 别胡说 你娘什么时候买过人 可是 不 是我自愿过来的 我家的情况 你也看到了 我爹欠下了那么多的债 还好白雪姑娘收留我 让我在这里干活 要不然我们全家几口人 就剩下等死了 我求求你了 千万别把我在这里的事情告诉他们 我还要替我爹还债呢 求你了 求你了 我一个姑娘家 能有什么办法 知道她是谁吗 苏呆子的媳妇 你是说杜丽涵 就是她 看见苏呆子那样了吗 瞧不出来吧 找她都快找疯了 他们俩还挺配的 三爷啊 你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我这还没来得及看你呢 你说你都来看我来了 一点小伤 没什么大事 哎呀 这些天哪 也是把我忙昏了头了 这城里头一戒严 可是把我忙得够呛 什么军品处 两管局的 那全都来了 哎呀 倒把咱们两家的大事 给耽误了 是啊 您都看到了 世道这么乱 孩子的婚事 要延期了 真是啊 好事多磨嘛 嗯 你打算把手头的生意 都交给人杰啊 嗯 我是这么想的 嗯 人杰这孩子倒是个将才 你在住院的时候 他都撑住了 不过话要说回来 不过话要说回来 交给他 是不是早了点 早晚的事 德公啊 我算是想通 他早点接手 我早点想轻浮 他是我一手养大的 就看他 是不是这块料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三爷已经討好了吧 哎呦 过奖过奖 就是三错了 三爷 三爷 你可得常来呀 我和花田疗伤可是再拿手的了 你说的啊 是的 想哪天我试试 三爷您不知道 这阵子可郁闷死了 就是了 你们郁闷 你看看这方圆三百里 这男人都快给郁闷死绝了 三爷您真会说笑 好了好了 你看你们这几张嘴挂躁的 三爷来了这回 还敢来下回吗 三爷不介意的 不过三爷 你还真别怪他们 我们九号公馆 已经好久都没有听到笑声了 是啊 我也好久啊 没这么高兴 真的 真的 您来了我们就高兴 哎 你说的啊 三爷啊 您这句话呀 可怕他们捧上天了 以后我还怎么想得住他们呀 哎 姑娘们 看清楚了啊 这是你们当家的 三爷敢说 没有他 就没有这九号公馆 哎 所以说呀 这江山 不是一两天就可以打得下来的 三爷您这最甜的 不过您这句话 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我不说没人知道 我说了也没人相信 连我自己亲儿子都说 寡妇门前是非多 和我们心子焉此人 哎 哎 这么说 九一娘是有什么困难 三爷您就别往下问了 您大伤出狱 好不容易来一趟 我还在这儿跟您吐苦水 这叫什么待客之道 来还是喝酒吧 哎 那至少表明九一娘 那至少表明九一娘拿三爷不当外人 哎 三爷 三爷 跟您说实话 您别看我们九号公馆这么大 人来人往的欢笑多 这叫做外强中干呢 我们的姑娘们一个比一个金贵 谁都马虎不得 可是门口的白条子 什么时候接 没人说得准 我这叫做苦在心里 口难开呀 九一娘啊 我曾经说过咱们是朋友 咱们是自己人 有什么 您就说吧 三爷 您宅心仁厚 我怎么可以得寸进尺呢 不过三爷 今天见到您 就像见到曙光一样 我也不想给您心里添上一份赌 你知道门口的白条子 把我的脖子累得死死的 我真怕我哪一天 这口气儿倒不上来 身后留下这批姑娘 就我怎么放得下心呢 三爷 我们怎么办呀 您就帮帮我们吧 您就帮帮我们吧 明白了 九一娘啊 跟您说实话吧 门外的条子我动不得 我是真的动不得 但是门内的事我说了算 这么着 从今往后 这儿的租金 我来付 哎呦 哎呦呦呦呦 三爷 我等了这么久就等 嗯 就等班线下来了 你娘 雪儿 你看看今天来了什么贵客了 三爷 嗯 好 一块儿走 在这儿做什么呀 我让大厨烧几个好菜 拿鸡汤好酒到我房间里 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好啊 你干什么 今天停业 停业 啊 停业也改变不了你们这里 为非做坎的勾当 这很 快快拦住 好三爷 您里边请 你快站住 你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放开我 放开你 哎你谁啊 我找你当家的 人呢 你算哪根葱啊 找我们当家的 老娘就是当家的 想干嘛 好 马上把翠珠姑娘给放了 否则我去警察署 告你们逼良为娼 是你没说清楚呢 还是我没听明白啊 找什么猪 谁逼良为娼了 翠珠 干什么 你放开 小辰 小辰 是你吗 是你吗 你们干什么呀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你瞧他那样 放开我 别乱动你 放开我 别乱动你 放开 小辰 别往前走啊 小辰是我 三爷 小辰 我先回房间了 小辰 不能进去 小辰是我 你别说了 不是厉害 什么小辰 放开我 放开我 巧子 小辰 告诉你 九号公馆开了十几年 还没人够胆进来跟我说我逼良为娼 今天我给你个机会 你倒是问一问 在这儿谁被逼良为娼 更何况 九号公馆是男人坐乐寻欢的地方 我们伺候的是大爷 有钱的话就欢迎荒临 没钱的话就滚蛋 来 小辰 送客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小辰 小辰是我 小辰 三爷 你看来一个疯狗似的臭小子 把我们几个丫头吓得花容失色 要不是您在后面挣着 不知道要出什么乱子呢 九爷娘啊 要怪就怪你 怪我 敬仰一些 招风引蝶的奇花 偶尔飞进一只苍蝇 也不足为怪吧 三爷 您真是会打笔话 我算服了您了 喝酒 喝酒 走啊 今天晚上不贵不贵啊 给三爷喝个痛快 一定要喝痛快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是我看错了 对 是我看错了 那不是小辰 那不是小辰 这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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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你 你别走 你别走 翠珠安然无恙 我会设法救他 全座偿还一份欠你的情 我一直挣扎如何把实情告诉你 也许你会看不起我 也许你会失望至极 这般相见 也给了你我一个痛快 雪不见溶于水浮 记忆消失 不如就此遗忘 三爷 我这杯酒呢 算是给您赔罪的 刚才的事情啊 让您受惊了 喝杯酒压压惊 不好意思啊 太好说 海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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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三爷你终于来了 来 这边坐 慢点 走 我们回房接着吧 好好走 你慢点 我说白雪 今天你可要跟三爷 好好地喝一杯 三爷可是咱们 九号公馆的大恩人 待会儿啊 我还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呢 不过我先警告你啊 三爷他呀 可是海量 连我这个谦卑不醉 都喝不过他 九姨娘这是笑话我 三爷 我还没说完呢 这白雪的一杯 可抵得过我千杯了 一杯抵千杯 这叫做醉眼看花花也醉 好 我喜欢 来 好好好 太好了 姨娘 干了这杯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你说 我这有一包首饰 您帮着 估个价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拿这些首饰 跟姨娘换些现钱 好给翠珠她爹还债 又是翠珠 哎呀 雪儿 这个都是你最心爱的首饰 这女孩到底跟你什么关系 啊 犯得着让你这么大费周章的吗 姨娘 我只是看她一片孝心 想帮她这个忙 雪儿 我真搞不懂你 当初让她留在九号公馆的也是你 现在要把她送走的又是你 你到底图什么 姨娘 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哎 这个 我说两句啊 今儿这个酒啊 喝到这份上 美 什么事我不清楚 但是我想啊 既然是白雪姑娘有个不情之情 那我也有个不情之情 在你什么意思 这些首饰呢 算我买下了 您看这钱 够吗 哎呀 哎呀呀呀呀呀 我说这都是些什么事啊 这不知道哪来的一个丫头 现在成了落难公主似的 全世界的人都在搭救她 哎呀 三爷 这件事情本跟您不相干 钱 套用一句你说的话 就算是一种缘分吧 嗯 你看啊 这些首饰呢 是你心爱之物 我呢 回赠予你 这叫做成人之美 就算我做了一件好事吧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我说 别为这么一件小事情来回折腾 这可是三爷的一方好意呀 雪儿 就收下吧 嗯 看宝呢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你干什么呀你 奶奶的 哈哈哈哈 摆下破了不要紧 这欲吹坏的你赔得起啊 赔得起吗你 哎哎哎 没吹干什么来了你 哈哈哈哈哈哈我来找书呆了去啊怎么说啊你才呆呢他不在你走走 我就瞧不了你这没见过世面的一样 哎呦哎呦还多人呗呀嘿嘿嘿 珠宝我见多了 而且我还能分辨珠宝的真假 就你这个 我扫一眼就知道 假的 哈哈哈哈 你胡说八道 我这也不是假的 我娘有一块真的和这一模一样 哦你娘是真的我这是假的 我还骗你怎么着 不瞒你说 我娘当年做过福郡王府九姨太 啊 哎呀 卖豆腐 你是那样 珠宝 哈哈哈哈 明白点 哎 这么说吧 就算有人把我娘打傻了 哎 把一堆真的假的珠宝放桌子上 他那手都是支了抓最贵的 哎 对对对 哎 哎 小豆腐回来了 哎 我找你说脆猪的事 我见到小差了 在哪 九号公馆 啊 小差和小猪都在 我去报馆投了稿 这次啊 我一定要救他们出来 投什么岗 我要把九号公馆残害民女 勾结烟馆 逼良违娼的事情 通通给揪出来 而且我要让全京城所有的人都知道 九号公馆里面那个老板娘 那些恶行罪状 还有那些伤天害理的勾当 找死呢 哎哎哎 放手 别打了 你敢这么说我娘 是吧 你娘 对 那是我娘 那你早就知道锥猪的下落了 我 我跟你说不清楚 反正我娘不是那种人 什么爹养什么儿子 你脑袋豆腐 哎 你是一根烟 我很想臭你 铁道 我做事您放心 姑娘 过来 过来啊 回家吧 你爹的赌债有人替你还了 至于是谁还的就不必问了 走吧 还愣着干什么呀 我们姨娘一向是说一不二的 是真的 赶紧谢谢姨娘啊 谢谢姨娘 谢谢姨娘 你不用谢我了 不用谢我了 要谢就去谢白雪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面子 来 过来坐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您才好 好好活着 你还有那么多爱你的家人 还有朋友 他们那么需要你 这比什么都值得你好好活着 你和丽涵哥 原来就认识吗 我们不认识 那只是一个巧合罢了 你回去以后 很快就能见到他了吧 我们是街坊 住在一个院子里的 小韩哥 他一直都很照顾我们一家人 你说买来那姑娘 放走了 我就说嘛 我娘根本不是 叔在说那种人 彩儿 我娘 翠珠回来了 哆 iz 爷爷 爷爷 翠珠 姐姐 爷爷 翠珠 娘 翠珠 翠珠你回来了 真是崔丫头回来了 这小子说话还真算话 韩哥 我让你担心了 好了 翠珠 别这么说 你是怎么出来的呀 是里面一位好心的姑娘 她救了我 今晚上就在我这儿开火 有什么话咱们进屋慢慢说 好 走 来 走 今天请诸位来 庆三有话要说 这些年你说咱们 经历的还少吗 是啊 什么市民没见过呀 什么钱咱没挣过 就是别人拿枪顶着头 咱也没有认过输 凭什么 凭的是信任 凭的是义气 所以今天 请你们再次相信我这个决定 就是这孩子 我的独子人杰 说实话 他是你们看着长大的 这孩子的人品 我可以担保 唯独是经验 按理说人杰资历不够 但我还是想这么做 我有一个决定 从现在开始 庆字号 所有一切生意 全部由我儿子 任杰全权代理 我相信诸位 能像帮助我一样 帮助他 提携他 多谢了 我们都是庆字号 合作多年的老客户了 以前三爷在很多方面 都照顾我们 以后大少爷 有什么吩咐的 我们会尽心尽力的 任杰啊 你来说两句 好 三位长辈 大家 都是我们 庆字号的老朋友 今天我们撇开 多年的感情不谈 你们愿意 跟我们庆字号 做生意 无非就是 有利可图 有利可图 入声无息悄然落在心底 一切都是那么的轻易 相爱却是一个难题 思念难以平息 命运点被流离 苦涩伴着甜蜜 乱世不能乱我胸 一切埋向 连人生死不弃 乱世不能乱我爱 你患乱像知己 你如一路上命令 隔不断的一世情 留下日生得起 鑽石不能乱我胸 一切埋向 连人生死不弃 鑽石不能乱我爱 你患乱远向知己 你融入生灵灵 隔不断的一世情意 留下日生的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